好 持續帶你來關心 山土耳颱風在全台各地造成的影響 目前在台北這邊沒有感受到什麼風雨 但是預估颱風越靠近的話 這個風雨感受會越大 目前陽明山的最新狀況 我們把鏡頭交給俊錡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帶你來關心山土耳颱風的最新動態 由於它目前移動的速度是相當的緩慢 而且其實距離北台灣還有一大段距離 所以現在在北台灣風雨的感受度上 可以說是相較於南部來說 比較緩解一點點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特別提醒觀眾朋友 由於它還是會預估會往北台灣這邊移動 所以屆時北台灣在週三或是週四的話 這個風雨感受度上就會越來越明顯了 不過其實今天即便在北部的天氣狀況 可以說是還算還OK 但是其實在陽明山上 這個風勢可以說是比較大一點點了 雖然是沒有下雨的 但是來到文化大學 其實平時大家都會知道說 這邊的風勢可以說是蠻強勁的 所以我們來到學校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有很多學生他們在走的時候 其實不停這個帽子就會被吹走 甚至很多人的頭髮全部都被吹亂了 所以要嚴防強風有可能會造成這種損害的狀況 其實學校也有一些防臺的措施 我們來看到在大安館這邊 其實在學校防臺的狀況 他們也有特別在門的地方貼上擦形的膠帶 就是要防止風勢可能比較大的話 會有一些損害的狀況了 那還是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因為今天北市還是有上班上課的 所以如果未來民眾是要在山上有活動的話 還是要得特別留意了 那以防颱風會造成各種損害了 以上是目前現場狀況 把時間還給朋友內 燃燒熱血放球魂 十場爭霸 看東森